老孩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这么说 你看我这三叉树一直就这样 不死不活的 这回咋的了 其实臭宝我一看我看出来了 买回来应该是那种土嘎嘎球的 你换到盆里边了 有几个点要注意 第一个点呢 用的这个是泥土 如果说咱们是有泥土的话 你肯定能找到沙土 就建筑工地上那种沙子装 用的沙子 泥土跟沙子的比例呢 一比一 下回你再有这种类似的经验 你就那样 沙土泥土一比一重 然后埋的时候别这么深 现在也是要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 好吧 第二个点呢 是适当的给一点点的肥料 好吧 注意这两个点就够了 现在你就别再动它了 因为天气热 我怕你在冻血跟换土 啥的给它冻坏了 现在就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适当的用一点点的肥料 没有肥料的话 你可以找老花一买一些羊粪 比较适合这种泥土和沙土 别的没啥 像做宝说 你看老花一 我这个鲁冰花叶子 黄的卷的 这个就是黄化病了 就缺肥 你要是真的想把它弄好呢 反肥水 单独的用硫酸压铁是没用的 你比方说我大舅子 缺铁性的瓶血 吃啊 给它个铁钉 它吃有用吗 没有用 明白了吗 所以要盖它这个点 修剪一下 用一点点的杀菌药 你可以找老花一的客服 叫那个小黄药 然后再来一点反肥水 像做宝说 你看我这个球篮的叶子 怎么变薄了 这个腾上的小白点 是个啥 没事啊 养得很好啊 适当的给一溜溜肥料 正常养护即可了 这养得算很棒的了 它刚长出来的不都薄吗 谁还谁长出来就五大三出的 那姚明长出来 也没那么高啊 像做宝说 你好老花一 你这个平安树咋的了 叶子变黄 牙包不长 叶子不长 咋这回事 姜苗啊 有点水大 你看这个是叶脉发黄 从那个叶子上就看出来 这个是水大 应该是不存在肥大 因为醋饱 我看你没施肥 把这个盆子垫高一丢丢 好吧 垫高一丢丢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尤其是现在夏季高温 你如果在室内养的话呢 一个月浇个两次水 一两次水就足够了 你就没什么叶子 适当的来一丢丢肥 家里边有药的话 那个杀菌剂来一点 像这么说 桂花新叶长得发黑 是怎么回事 你只要是黑 它就是水大 就是烂 明白了吗 连看都不用看 要控水 适当的控一下水 用点杀菌药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一部分露出来 表面的根系 什么干尖传染过来 能不存在 你虽然说你光给我看 再给画面说一下 你别光给我看一叶尖 你不能什么花 你低落起来 给我拍个整体 你要跟我大救这样 我大救子腿疼 我把他腿砍下来 低落给医生 那医生不吓一跳啊 是吧 不一个道理吗 整个人啊 下回 下回厨房老花衣 确美的侧枝黄叶 怎么回事 谁还不黄了 我大救子 找了八个女朋友 也是正常的交往 但是总有那么两个 要黄 很正常 然后厨房 这个盆底是洗光的 这个该修剪了 修剪了 重新长就行了 好吧 也要给肥料 不给肥料 时间长的也不行 我大救子八个女朋友 不给钱花 时间长的哪行啊 不行 这期你没骂你大救子 快你大救子听我魅力 八个女朋友 下期你就知道 大救子的厉害了 点个赞 不点赞的都是大救子 我是老花衣 眼花最转意 白了臭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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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